大家好 我是潘老師 今天你會覺得很奇怪 哎呦老師 你現在的樣子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 沒有錯 平常我就是精神抖手 尤其是在大家的面前 私必上你一定要 搔手弄枝還要面帶微笑 今天搔手弄枝面帶微笑的同時 好像就少了一些立體感 有沒有 立體感 什麼叫立體感 人要精裝佛要衣裝 還是人要衣裝佛要精裝 你看看 平常不練書就會有這種後果 對不對 平常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說實在 我平常沒有工作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很醜對不對 那其實私底下的同學有很多人問我 那今天真的是因為太多人問了 我就好吧 我就跟你分享 我平常我在嫁一樣的東西 這個 我叫他 我叫他叫法尼 那它是什麼 它是台灣客製化的一種東西 它稱為什麼 在網路上稱為什麼 我要說它稱為 不塌之神啊 怕了吧 不塌 永遠不會塌 有沒有 我的造型就是讓我的 兩邊的頭髮都平常我都會站起來 就像現在我現在是我都沒有抓 所以改了頭髮都塌下來 那台灣的男性呢 都是什麼 細 軟 鬆 有沒有 男性 細 軟 鬆 有沒有 欸 你搏我 你背我是扁頭 你看 扁得不要特寫 不然我會砍你 我有兩樣東西是我自己在用的 就是我自己在用的 它讓我噴了之後我比較不會偏它 我去錄兩個節目 那兩個節目 一個可能是我要戴的帽子 一個是不用戴帽子的 我錄的第一個節目是我要戴帽子 那個時候我戴了帽子之後 我不用擔心我頭髮是怎麼樣 我從中天要到TVS那樣去 在車上直接馬上就噴了 我現在的頭髮 你看我現在的頭髮是扁的 對不對 是扁的 有人是這樣 有人是直接這樣噴 有沒有 這樣噴 這樣噴 一邊噴它一邊抓 有沒有 一般的造型師你知道都是這樣 那有人怎麼做 有人就是他噴噴噴在手上 你可以抓 你自己想要的型 那我呢 我有時候會這樣 我有時候趕時間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噴到手上 然後我會這樣 我會先這樣 我會把枕頭弄起來 然後先把我要的那個型做出來 剛才的感覺跟現在的感覺 剛才的感覺跟現在的感覺 剛才是扁的 現在已經起來了 好 當我在拿起另外一罐的時候 可以抓一個所謂的像現在的髮泥 那這個髮泥呢 就是 就這樣嘛 它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會直接把它 好 你看看 我會把它抓出來的那個型 就是我要的那個型 等一下給你看一看 有沒有 就是是不是我平常看的那個樣子 哇 老師你這樣抓 那一定是抓很多 你剛才有看到 我就那麼 就那麼一小塊 我就是這麼一小塊 就是這樣而已 有了對不對 終點來了 我有一個同學 也是一樣 我不知道他抓的是什麼東西 他 Maybe 他有帶一點點顏色 抓頭髮的東西 結果我發現他上完課的時候 他這樣 欸 我就有嚇到欸 那個整個黑色的那個東西弄這邊來 突然間眉毛比我還要粗 重點就是 在我上完這一個鐘頭課 你看我今天如果這樣上課 晚上我有課 你看看 你盡量的看一看 我哪一次上完課之後 我的頭髮是塌的 你只有在用完之後 你才會知道那個的 觸感跟感覺 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當然頭髮一定要讓它 非常的銳利 所以我就做了這樣的東西 那 我選擇它 我選擇就是這個東西 它叫做法尼 還有一個叫什麼 浮力噴霧 這兩樣東西咧 工作時候我一定帶著 我跟你分享今天我的工作 我等一下要去錄影 然後晚上一個上課 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 我跟你們牽涉完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今天這一天 你等到晚上11點12點之後 你來看 你來找我 我再讓你拍 小康啊你知道 頭中康啊 他就會這樣抓到我的頭髮說 或是那個陳哥啊 陳國城就會這樣抓到頭髮說 你的頭髮到底什麼 都不會斷 都不會掉 你到底就塗了一些什麼東西 就這個了 就這個了 就這麼簡單了 今天你問我這一陣子最多的就是這個 那我就跟你分享 我現在生活當中在幫助我 可以讓我的門面看起來更有精神 就是這個東西 它就是法尼 法尼 潘老師跟你分享 我看一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